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乐在奇居 我是林重慧 马 今天我们特别和观众介绍如同睡房方面的设计 在我旁边已经有位专家坐在这里 他就是Design Information Center的Kelvin Chen Kelvin 欢迎你来接受访问 今天请你来,一定要请教一下关于小朋友睡房应该如何设计 我听说现在的小朋友睡房和我们小时候很不同 除了很多卡通公仔之外 在他的用料甚至设计上都多了很多安全性 其实是否现在的小朋友的设计和我们以前已经很不同 如果先说抽象一点 去设计一定是要关乎发展,健康,或者有些灯光 这些都好像老生常谈,很抽象 不过具体一点的时间,我们是有几个题 包括设计小朋友的家具时要有可持续发展性 好像很深,不过稍后会解释一下 除了可持续发展之外,有一个教育性 或者可达性 这些一切都是一个很好的命题或者贴士 比现时新出来的设计师或者儿童家具设计师可以参考 如果设计给小朋友睡房的家具 和我们大人一般设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如果最大的分别,我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刚才所说的可达性 或者我简单一点 大人的一定不会是一个开放的 或者是隐藏的 尤其是现在买东西或者多少空间都不够用 那会怎样呢?我们就会隐藏一些收纳 完全是做一个以储物功能 之后再去美化所有的房间 但是刚刚相反来说,小朋友来说 就是我们提到的可达性 如果能够可以知道人体工学 或是小朋友的人体工学上有不同的特点 我们就要令到小朋友自己的身体发展 很容易拿到一本书 拿到一个有兴趣的玩具 他自己的天分或潜能发挥 都是在生活中学习 也得到很多我们大人估不到的益处 如果两边分开最多的就是 一个是开放 一个是隐藏的 我们刚才听过一个可持续性 其实小朋友的房间 怎样可以达到一个可持续性? 其实成长的阶段 由零岁到teenager 我们都当成为小朋友 如果你说不能够一个可持续性去做 就会有一个功能上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由小BB出生的时间 我们会准备一张很安全很舒适的BB床 而这些BB床很神圣 亦都是不可侵犯 亦都不可以亂来的 我们所说的一个很好的产品 这些是我们设计人之中 丢了很多时间进去 和精神令到这个产品 是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地方 一个BB床可以用的阶段 可能是一年至两年 我们会拿一个BB床拿走 拿走之后 又会再设计另外一个产品进去 这个床可能有一些围栏 这个围栏就是保护着小朋友 跌落地下 或者是一个保护一个很好的安乐窝 大一点我们也会拆走围栏 或者甚至乎会加一些书桌 或者是腾空一些游戏的地方 甚至乎在年轻人的时间 有大一点 有同学来到 提供到多些客人的空间 小朋友同学也都可以留宿 这些一切我们会代入生活当中 用了自己的角度 或者是发展的角度去设计 原来当中也很有学问 我又想请教一下 其实现在小朋友的房间的装修 一般来说 他们的用料 和我们一般其他常见的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看看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 安全性的考虑 没错 因为在我们做设计同学设计的 第一个topic就是安全 而这些包括在物料方面的硬件安全 或者是设计师的软件安全 我们先讲物料 在我知道的物料之中 尤其是对最幼儿阶段的小朋友 他们的动作行为 不是我们一般成年人所想到的东西 我们用的材料会比较是用笔碎 用纤维 令到零部件不容易松散 这些一切一切在国际的标准 应该有很多的 设计和设计 是给我们参照的 除了这些应该用的材料之外 我们就会用木 或者是一些塑胶 布这些一切一切都是我们可以用在小朋友 儿童房的材料 我曾经听过 外国有些房间 小朋友装修完之后 经常闻到一些刺鼻的胶水味 其实听说医生说 会对健康有影响 其实这些刺鼻的气味是什么材料 很多医学报告说了 是一些甲醇或者VOC 可辉发性的生物酵胶 一切一切是一些化学物 这些化学物最多提炼出来 或者是在这里引发出来的地方 是我们觉得是在制作家私时的黏合剂 这些胶水暂时来说 也在研究用一些好一点的胶水 不过现在市面上的这类胶水 都是味道最成熟的阶段 所以一切的甲醇的味道 就是会由这些胶水来揮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比较专业一点 分开了这些黏贴性的 贴板式胶丝和一些实木性胶丝 它最大的分别就是 如果实木性胶丝不需要用胶水 或者用胶水也少一点 可以的话可以试试选中 这些比较实木胶丝 而这些材料是内料 如果说到外面的材料 大部分离不开就是会用一些油漆 如果油漆方面 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用一些环保水性的油漆 是一些叫做水溶性的油漆 而这些油性的油漆 就是会发挥到一些甲醇 我们改用了水溶性油漆的时间 就令到它发挥出来的VOC和甲醇 都是减到最低的 不过记住在房间里面 除了傢俱 其他的墙身 窗帘布 Cousins 每一件物件在制作时间 都会有机会夹传 都会有夹传的产生 千万不要怪错好人 小心点找到源头 我们说了这么久 不如一边看看小朋友设计过的房间 和观众介绍一下 现在最新的小朋友安全设计是怎样 可以介绍一下这间房间 这个房间很简单 我们用了色彩上的设计 因为我们觉得尤其是幼年 我们觉得比较细小的朋友 他的发展阶段对鲜艳颜色的刺激是特别敏感的 所以用了红黄蓝 这些很鲜明的效果来制作这个房间 提供到一个很有趣味 和很丰富 很开心的环境给到一个小朋友 亦都做到一个很有功能性的房间 我刚才看到小朋友房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卡通图案 我知道现在的图案 我听说你也拿了专利权 是吗? 没错 因为现在香港有一个特点也是这样的 主人翁由以前的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家 变成了这家小朋友唯一的主导设计对象 我们在某个阶段的时间 发觉这个机会 拿了一个迪士尼特拒授权商 所有室内设计的范畴 我们公司都可以做到 比如刚才图片所看的米奇米尼 我们都会拿完所有的批准 才可以制作 过程非常认真的 亦都会反映到我们专业的一部分 我听说如果设计要用到这些 注册商标的卡通图案 好像是移动一些图測 甚至乎产品有些设计更改 都要他们的公司 去批核 其实是否真的很复杂 没错 亦都是我们在香港 创立了一个新的途径 因为一般来说 这些特拒的授权 是会在产品方面的 我就有一个新的概念 灵机一触 试试用产品和服务互相配合 亦都成功被我游说了 迪士尼公司打动了他们 因为对他们来说 亦是一个困难 每一次我们的设计 亦都要对方给一个批核 过程都不简单 亦都是在制作 互相沟通 和我们在客人道向方面 我们要想到很细致 和很专业 才能够将过程缩短 和做得更顺利 那会否在设计的时间上 因为要沟通关系 要拉到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设计 可以这样说 不过由开始到现在 我们的时间都会比较缩短了 因为一切都来得专业 再加上我们日以计夜 甚至乎我自己 都会在儿童心理学 甚至乎幼儿的发展 都花了很多功夫 和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在各方面的范畴 对设计我们觉得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亦都可以做到很好的效果 我知道香港的朋友买东西 一般不到最后一个分钟都不会买 买完之后 很多时候他们要很短时间 就改到自己对心水 那会否在做小朋友的设计 特别是要考虑安全上 有时会花多很多精神时间 变得很匆忙去做设计 都是对的 因为其实小朋友的大型的想法 和小朋友的想法有点不同 我们应该要这样想 抽离一点点 如果刚才我提到有儿童心理学 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 我们要代入变成我们是一个小朋友 很多时候小朋友的好奇心 和他的行为 不是一般我们能够想到的 那么容易预测的 如果我们能够用了对方的立场 我们会想多一点 做多一点的时间 很明白到他的好奇心 而驱使到一些安全性的潜在危险 我们是日以计夜 工作就是解除这些潜在危险 我知道Kelvin 你对小朋友的心理学都有研究 其实你见过这么多不同的小朋友 他们和他们父母去想装修的时候 他们和父母的想法 最大分别是在哪里 会的 因为我们读心理学 他的发展阶段 或者读一个视角艺术的时间 最大的分别就是有这样的 Loren Phil 我们洛温菲德的一个著名学者说 小朋友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 他想象的 都是我们大人想不到的 其实大人整个框着他的设计 会令到他加了一些添加剂 加了添加剂 就防止了他的创作性 他的美感 他的思维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 很多时候会对峙客人的时间 除了父母之外 我会当然可以沟通的情况之下 我会正正式式对我的最终用者 我这位小朋友和他谈一下 给一个引导鼓励的方式 令他说出自己喜欢的东西 甚至乎有时间 我会给他一支笔 希望他变为一个小小设计师 做了这些小小的牵使给我们 其实给了很多灵感 我们会做了一个小朋友有喜欢 大人有喜欢的设计 你见过这么多不同的小朋友 有没有小朋友给到一些惊喜 甚至乎他们会提出什么要求给你 都会的 有时曾经给那些小朋友画 他画了一些床出来 是没有路走上去的 他们的答案是很特别很惊喜的 他回答我的时间 这张床就是我们一家人一起睡 一个温馨的家庭里面 其实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路走 有时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答案 就帮助到我们有一个好的设计 所以有时我做法就是 会令到小朋友的思维 是尽量令到他多些创作性 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Kelvin也给了很多时间 因为我听过很多设计师 可能爸爸或妈妈说了事 通常他们的项头 基本上没有问题 很少会和小朋友 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 你见过这么多小朋友的房间的设计 有没有一些爸爸和妈妈的想法 和小朋友的想法有很大冲突 也会的 如果最大冲突的时间 是刚刚我们的小朋友发展阶段 第二期至第三期 他开始踏入一个成长阶段 因为爸爸和妈妈 因为养儿一百岁 都永远当得小朋友 都很小 给了一些很幼稚的颜色 给这些开始成长的小朋友 有时小朋友是不会不出声 但我们身为旁观者 是会察觉到的 所以这就是大人和小朋友 对一件产品的分野和分歧之处 可能小朋友说 我不是了 我现在大个儿子大个女儿 我要有型的房间 通常你会怎样去改善 爸爸觉得可以 小朋友觉得可以 我们都会创立一些假设性的问题 由这些问题 等于一些心理游戏 可以问到对方 而这些对方的答案 我们都会很科学地 做了分析之后 就会做一些output 例如说 很快地freehand 画一些东西 而是直接看他当时的反应 我就可以捉到他的要求 还有有时做设计师 都是解决问题 最大的问题 不是设计一件产品 最大的问题 就是做和事佬 我知道Kelvin 你除了小朋友房间 其他的设计 你都有涉猎到 其实设计小朋友的房间 和我们设计大人的房间 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如果说到难度 可能是空间 还有人体工学的分别不同 再加上一个动线 或者俗样来说 香港的地方 主人房和儿童房 一定会有些差别 如果在小的空间里面 我们会用起来 我刚才提过动线 动线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代入小朋友 他的活动空间 活动范围 他怎么玩 怎样去用 我们会变身为一个小朋友 甚至乎设计的书桌高度 衣柜的挂衣 这些一切一切都不能用平时的常识去做 一切是向自大人和小朋友的人体工学 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去设计 而这也是我们觉得最大分别和困难的地方 我知道香港来说 寸金尺土 香港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的豪宅 在外国来说 都是普通的尺寸 变成小朋友的房 可能会更小 在香港的空间里面 怎样可以利用最小的空间 设计间最好的房 首先我们有这样认为 在小朋友的房间里面 应该是属于一间屋最安全的地方 而是我们第一个工作 就是找出一些不安全 最潜在危险的地方 例如举个例 是窗 或者是一些门 我们撇除了这些这样的 不能用的空间之外 就要去想想现场的环境 配合它的空调 冷气 出风位 以及我们可以用更多 试试用木地台 令到这些一切一切 又将木地台 变为一个可以玩的地方 亦是一个多用性的地方 收纳集密的地方 而这个二变唯一的设计方法 甚至乎一些先进的配件 五金的配件 是会令到一些 本来不用得的地方 能够双重叠的 譬如说一件产品 它用屋活动的时间 是一件厂 收到一个桌 这些一切一切 亦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贴士 而是令到一个小的空间 是能够完全运用的 不如我们再看看 你设计的其他作品 让我们看看 如何实现 我们刚才所说的 金督的理论 以及安全性 在里面 好像这个图片上 本身是一个中式的设计 但我没有办法 在长指方面 都是用了少少中式的配搭 但用了最轻的颜色 在窗角方面 你看到我会用了一个围栏 围置了它 但本身不能够用 与此同时是能够放了一些公仔 有所不知 其实这个地墊下面 就是一个木地台 这个木地台下面 正正是一个很好的储物 或者你看不到其他的灯位 或者是一些多余的空间 有时我们觉得 做一个好的设计 就是简单的设计 如果在简单的设计之中 你会能够令到一件事 会发挥到最大 而且是最好的效果 其实现在你做过这么多不同的设计 有没有什么顾客的要求 关于儿童房 是令你特别深刻 或者很特别的呢 如果比较特别 就是有一个可能 他可能都是教育工作者 或者自己是幼儿园 或者对这方面很熟 可能都很合谈 他要求就是要做到有教育性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要做一个图书局 甚至乎 我记得 就是他要我们设立一个地方 给小朋友沉思 这个是好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因为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给一个小朋友 能够自己冷静 或者是反思 这是我这么多的设计之中 是最特别 而是最深刻的一个 我突然想起 好像小时候被老师罚要面壁 一会半个小时才准备出来 果然是一个很多要求 刚才听你所说 我知道现在的家长 帮他们设计小朋友的房间 他们都做很多准备功夫 我听过有些设计师说 他们直接印在网上 搜罗了一大袋的资料 放在你桌面 和你逐个物料研究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个案 都有 不过一句好说话 Less is more 我刚才一开始就说 比较抽象的要求就是 健康安全可以发展 还有不要忘记 我有说过是简单 因为很多时候 深多的时间 会令到事情的output 会更加差 其中一个责任是 很有说服力 很有专业性 很轻松地解释我们所懂的东西 令到我们的客人 又舒服又开心 又解除疑虑 有时购物都会有购物失调 所以这些一切一切 我们要研究得很清楚 将这些问题解决 其实设计就是解决问题 不如我们再看一张照片 看看你设计的作品 如何实现你的构思 在里面 这个比较功能性的 比较多些 大家留意到 就是一个冷气机 我们会用到的位置 是不会直接吹到小朋友 这个也是健康性的考虑 我记得这个用户 小朋友都比较大一点 功能性会用得很好 这家小朋友设计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要注重一下他的设计 提供一个很大的书桌 令到他在用途 用处方面 不只是一个美容 美容之外 也要关心他的学业 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要求 有時有太先進的科技會令到有衝突 尤其是爸爸媽媽有時有很多要求 不會有電腦在這裏 這也是一個爭拗點 因為關上房門 小朋友在房間裏面 電腦有很多資訊性和網上的陷阱 會害到他們的 除此之外我們會更專業 例如在電腦方面 我們會多用監控性 或者用一些功能性、國際性 都一定要知道 而這些一切的技術 我們要比起我們的用家更清晰 有時我們要去到學校裏面 要知道他們用什麼型號牌子 電子書籍 而是增進自己的知識 我聽到很多現在的家長 都很關注環保 在你設計上 多不多家長會要求有環保的元素 都有的 又要賣廣告 其實我自己公司 都很早已得到環保的國際認證 除了不是用來做一個 或者是一個提目 或者是一個命題 其實我自己都很推行環保的 在家長的要求 香港就不算太過分 或者是他們的要求 還未算是最高 在我認知和認識之中 反而我們中國的朋友 對這方面的知識 比我們更高 所以一切一切的歐盟標準 在我們自己的內部訓練 以及很多的資訊性 我們是不停更新 以及不停去追趕的 令到我們的產品 令到我們的資訊 令到我們一切的溝通 都能夠做到一個很好效果 這些也是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是一個設計師的社會義務 或者是社會責任 希望做得好這些責任 變成社會道德 最後我們說一說 小朋友的房間 我見很多香港的家長 其實很多時候工作都很忙 其實他們有沒有些什麼 你常見忽略了小朋友安全性的地方 忽略了安全性 譬如我都會覺得 就是可能一間房間裡面 可能是窗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窗是最高危的 甚至是一些門 門裡面的門教 有專業的設計師 是會令到門 任何一個動作 都不會令到小朋友受傷 所有能動的產品 我們都要留意 或者要加倍留意 因為逢有可以動的產品 即是增加了危險性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提示 今天謝謝Calvin來接受訪問 如果觀眾朋友想知道 關於小朋友的房間 應該怎樣設計 可以去這個網址 www.design-information.com.hk 去請教一下Calvin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集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我可以看看 有很多個機構 做! 他在比較輕易做的 我還會說 我可以不知 有一些油墨 有很多的油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